称霸国际网谈超过20年 现年41岁的瑞士级网球界传奇人物费德勒 15日投下震撼弹 我今年41年 我已经比较多了1,500游戏 过了24年 游戏比较我更严重的 我曾经想过 现在我必须认识 当时是时间结束我的竞争 第二天的职业 在联邦中的联邦会是我的最终的80游戏 我将将将游戏比较更加游戏 当然 有着费霸和费天王之称的费德勒 长达24年的职业生涯中 坐有20座大满贯冠军 是网谈难得一见的长青树 他曾在2018年以36岁的年纪 连续保持好几周的世界第一 创下网谈最年长球网的记录 费德勒过去和人称西班牙蛮牛的纳达尔 以及塞尔维亚籍的乔帅乔科维奇 并列这个时代的男网三将 主宰ATP巡回赛球场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之中 费德勒经历了好几次受伤和手术 自己的体力也到达极限 最后才忍痛决定告别球坛 如今这名带给球迷许多精彩比赛的传奇球王宣布引退震撼体坛 许多年轻一辈的网球选手纷纷感激他对球坛的贡献 而他一生中最大的对手 也是最好的朋友纳达尔 在推特上回应表示 能与费德勒共享这么多精彩时光 是自己的最大荣幸 而球迷则感叹 网球界少的费德勒将会永远不一样 环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